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台湾医疗服务享誉国际 有知名国际杂志公布了2024年 全球医疗保健系统最佳前十名 台湾再度夺下了第一 但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却直言 这是血汗医护努力的成果 不能一直要求医护做有价值的事 却不给价格的肯定 另外有国内资讯公司调查 台湾民众就医的十大担忧 结果医师跟护理师态度不佳 高居前三名 甚至比开错刀拿错药还要更令民众游行 台湾医疗服务以高CP值傲视全球 知名国际杂志执行长世界 发布最新2024年全球医疗保健系统的排行榜 结果台湾打败韩国澳洲等国 连续两年拿下第一 排行主要评分项目 包含医疗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 跟药品供应和成本等 但这享誉国际的成果 国内医护人员感到光荣 却也沉重 当然这个世界第一是 不容会演是我们这些血汗医护的努力 成果所造成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要求 大家做有价值的事情 没有给予价格的肯定 可能也没办法永续经营 台湾医疗技术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有网路资讯公司 调查台湾民众就医的十大担忧 发现大家最不想面对的 是无止境的等待 第二跟第三上分别是护理师很凶 医师没耐心讲话不客气 竟比开错刀给错药还令人忧心 去其他医院看骨骼的时候 那个医生他就是口气有点蛮差的 感觉就是像赶着下班这样 那种态度跟我讲话吗 我就觉得说有些蛮受伤的 应该就是对病人友善一点 就起码医师态度好 他给我们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就比较可以接受 医者医病也医心 不少民众看诊却留下不好印象 医护人员态度比医术更被病患重视 这里是陈宁 叶玲帆 特别有道